我連這個都不會讀 是不是凡愛中呢? 這個是對人怎樣去關心呢? 凡是人皆須愛 凡是人應該對他有關心的態度 愛不是男女之間的愛 應該不要有分別心 不要說這個人沒有利用關 沒什麼利用價值 不用對他這麼好 他可能幫到我 那你就有分別心了 這個天同理,地同在 天同理 我想是 即是說 不是一個公平 equality 意思吧 行高者 名字高 你得行高 那你的明星自然就高了 譬如你做事是很對得著天地良心 只不然 那些人一問起 那個人的為人是怎樣 他OK的,他不錯的 或者是很尊敬他 人所中,非茅高 即是人要重視的呢 就是樣子長得好不好 有些人是 樣子長得很美,很美,很美,很美 第一 第一 眼見他 嘩,你對他印象很好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 你跟他相處到大概十五至十五分鐘 即是一個很深入的了解 可能有機會是 那你對他完全 嘩,為何這樣的 這個人 反而失望更大 所以外表呢 可以令你 有一個很好的第一印象 但是 再走下去的路 都是要說 你個人真正的本質 財大者 望自大 一個是 真是有能力的人 他的名望自然就會大 人所復 非然大 人家復不復你呢 就是你自己吹噓的 己有能,莫自私 你自己是有能力 就沒有自私 那你就可以分享你的知識 或者你見到 你的同事 哪裏哪裏做錯 那你就不要 我自己認識就行了 我用什麼教你呢 就不好了 人所能 莫 輕不知什麼 可能是人家有厲害的地方 就不要在這裡說 好厲害嗎 這樣 莫 不知什麼負 墨 賴 貓 牙 看見人家有錢 就不要跑去高攀 別人拆不下來 如果別人是 沒有錢 別人在他面前 演奏 你看我多有錢 那就不要了 千萬不要這麼做 墨 厭 墨 對於舊的東西 舊了我不要了 丟掉它了 我買過一些新的 這個其實 有一點難 因為 視乎你不要那樣東西 之後你怎麼處理 新的你就天天買 例如你喜歡買袋買鞋 你不要天天天買 因為你的福氣 你這樣長此以往 是耗損得多 耗損得很快 耗損了 有人 是他的福錄用完 他是沒有衣服穿的 什麼叫沒有衣服穿 他最後在療養院 長期都穿著醫院的衣服 他就沒有衣服穿了 有些人他沒有飯吃 他不是沒有錢去買飯 他是因為 他的福錄用完完 他就是可能要插口 又或者他要吃一些流質的食物 或者他根本就要喝那些什麼營養液 所以 這些 自己的福份 要識福 如果那樣東西 起碼你不要 就不要 立刻丟掉垃圾桶 給個機會 看看有沒有人可以用得著 其實都是 可能可以 將一個不要的東西 損耗你的福 反而是可以做一件好事 是可以的 人不閒 物事搞 人沒有那麼閒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就不要搞搞陣 人一閒就喜歡好管閒事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人不安 物話妖 如果人不閒事 如果人不閒事 就不要搞他了 例如見人不閒事 就去麻煩人家 或者人家都已經 有些煩躁不安 就不要再跟他說話 煩著他 這個是不太重要 這些是做人做得到這樣 你怎麼會惹人憎呢 這個是非常之一個 我想 體適了弟子規 我想你只是聽 不做得到也好 聽到這些道理 我想個人都基本上 是有20年的處世經驗 以是一般沒有人教 譬如父母是沒有跟你說那麼多 只是緊張你的學業 分得多高分 然後突然出來做事 就叫你不要那麼蝕底 知不知道 不要被人找笨 不要被人騙 那除了這些 有沒有教你 一些真正的道理呢 那如果你是學這些道理 自己的社會上 是慢慢錯完 人家生氣了你 突然間公司 為什麼炒了你 或者是上司 他升第二個不升自己 可能你要用十幾二十年 才誤得出這些道理 那現在的一個弟子規 你就學會了 那你做不到 起碼聽過 那我覺得這個 真的令我得益不淺 這個是很厲害的 這個弟子規 我真的非常推薦 這個部分 弟子規就完 如果你喜歡 又覺得這個弟子規 真的幫到自己 又幫到起碼 教小朋友 好像有一套典範 就可以繼續聽下一部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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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